机关办理会议室装修工程采购时 静心为了快速办理并节省经费 以最低标选定厂商 却导致后续履约不断发生纷争 赵哥,这个工程规格不符合我们的需要 而且工期一言再言 你说该怎么办 气死我了 早知道就不该选择跟这个厂商签约合作 丁老师,我这次可栽了个跟斗啊 到底在采购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呢 政府采购全生命周期都会与厂商接触 而厂商的角色以绝标十点为分水里 区分为投标厂商、得标厂商 当我们与厂商共事 千万不要预设立场把厂商当敌人 而要把厂商当作权力义务清楚的工作伙伴 伙伴的关系影响采购案的成败与否 那要怎么选定好的伙伴呢 机关选商过程需要明确知道采购需求 并转换为可依旬的招标文件 再透过采购程序选择适当的工作伙伴 当政府采购讯息释出 也就是招标方式 分为公开招标、选择性招标、限制性招标、公开取得 而投标厂商的竞争机制就是绝标原则 分为最低标、最有力标 最低标及最有力标皆符合采购法 机关应该要灵活运用采购策略 那为什么我采用合法的最低标选定的伙伴 反倒成了噩梦呢 当采购成了噩梦 你有没有反省自己呢 如果采购的规格需求不明确 你又如何期待厂商可以好好了解你的想法呢 108年采购法修正时 删除了最有力标的一职 即不宜以最低标办理者两要件 保留上级机关核准的要件 就是要让机关灵活运用采购策略 另外 工程会订定了政府采购之绝标方式参考原则 供实务执行时有所遵循 审计部也针对不同的绝标原则 贴心地做了优缺点比较 未来遇到采购案时 相信这些资料能够对你带来帮助 哎呀 我以后会好好注意的 当我没办法厘清机关的需求时 让厂商发挥专业自行提出服务建议书 反而是个好方法呢 不过挑好的伙伴真是一门学问耶 丁老师 接下来我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了解完怎么挑一个好伙伴后 还需要知道如何评定最有力标 最有力标有三种评定方式 分别是打分数的总评分法 简单来说 就是总分越高越好 以及排名次的序位法 也就是说 名次加总越少越好 表示拿到很多第一名 最后是看CP值的评分单价法 你可以想象成每一分数 花最少钱就是最超值的 这么说来 要有人来打分数咯 没错 最有力标 需要一群具有与采购案 相关专门知识的人员来帮忙 这群人在试用最有力标 准用最有力标 都称为采购评选委员会 再取最有力标精神案件 就可以请小而美的评审小组 来选商哦 再来 评选委员会的任务有三件事 包括订定或审定招标文件之 评选项目 评审标准及评定方式 办理厂商评选 协助机关解释评选有关之事项 成立时机 原则上应该在招标前 但采购个案有潜力或条件简单 不需要评选委员会来帮忙第一个任务的时候 可以慢一点成立 但最晚需在开标前成立哦 成立后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 委员名单应该立即公开于政府电子采购网 另外 评选委员会的组成 采购法明定应有五人以上之成员 其中专家学者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这边所说的专家学者 不能够为政府机关之限职人员 此外 记得一并成立三人以上的工作小组 来当小帮手 其中 一人要有采购专业资格 丁老师 这样一来 分数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想看 你在一伙伴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不外乎是技术 品质 功能 管理 商业条款 过去履约绩效 价格 财务计划 其他与采购之功能或效益相关之事项 这些就是评选项目 但是 有些评选项目有进一步的规定 例如价格这件事 如果有厂商浮动报价 价格配分应介于20%到50% 而由厂商提报固定费用之价格组成 价格配分可以低于20% 如果需要搭配厂商简报及答询 让评选委员 对厂商在各评选项目的表现 又更深入了解 可以将简报列为评选项目 但配分不可以超过20% 最后 让我们回顾一下重点 找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对采购案具有相当程度影响力 千万不要把合作的厂商当作敌人 选择适宜的绝标原则 有利于确保采购品质 需要注意的是 因阴暗制宜 切勿所有采购案都实施同样的绝标原则 当决定采最有力标绝标后 借由需求书的制作 评定方式 评选项目 及其配分等完善的采购规划 加上评选委员会的加持把关 你就可以准备上证招标公告了 到这边 你是否已经了解基本的概念了呢 我明白了 相信掌握这些概念后 未来我就能轻松办理招标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